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这怎么算自制体 都也算一个自制体 道也算喔 福也算 县也算是 这个都算一个自制体 那梅是要计算的 是要从县开始算也不知道 要从厅开始算也不知道 所以他什么都不写 你不可能一次写这么多字嘛 他就写自制体 自制体 那他说的有896个自制体 应该就是这个村 或是厅这个 最小单位的会消失 就会消失 896个 来各位 我们看一下亚洲的出生率 亚洲出生率 越红色出生率越高 那这种越蓝色出生率越低 越蓝色出生率越低 那你看喔 日本算还好 日本是1.4到1.6出生率 还算OK的哦 还算OK的哦 你看哦 云南这个啊 湖南啊 然后日本啊 新疆啊 这种这个都还可以了哦 然后呢 这个小于1的 你看哦 很可怕呢 这个中国东北这个小于1呢 这个出生率都超级低的哦 好 那你看哦 这个台湾有没有 台湾跟这个中国这个沿海这个 哎 这出生率都很低的 韩国也超低的呢 都很少很少哦 所以呢 现在面临很严重的问题哦 日本算还好哩哦 来 来 各位 来 我们要来想一下哦 这个要 很多事情要 你如果听久了你就会失去 自我思考的能力 来 我们看一下哦 我每次听到这句话呢 我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哦 我们看一下哦 台湾因为少子化造成大学太多 对不对 少子化造成大学太多 大学太多 所以怪力远则当初开放太多大学 才会有大学倒闭草 倒闭草 台湾因为少子化 所以造成大学太多 问题是少子化还是大学太多 你自己都会说 台湾因为少子化 造成大学太多 造成大学太多 所以大学太多是结果嘛 原因是少子化嘛 听到意思吗 不是大学开太多了 大学开太多不是重点了 重点是少子化 你自己都说台湾因为少子化 造成大学太多啊 所以大学会倒闭 不是大学太多啊 不是大学太多啊 是少子化 所以你一直骂李远则 骂大学太多 这个不是很奇怪吗 你自己都讲原因了 不是吗 有没有 好OK 再来看哦 台湾的体育音乐美术 美术美前途 因为政府不重视 你看哦 你讲的这句话 很多人一直在讲 就跟讲这句话一样 各位 台湾的政府非常重视 体育音乐美术 我们的奥运金牌 是两千万两千万了 台币了 日本的奥运金牌是五百万日币了 日币呢 我们是两千万 这样台湾的政府还不够重视吗 所以各位 台湾的体育音乐美术美前途 不是政府不重视 是你都不买票去看 日本职棒 为什么职棒的球员可以赚那么多钱 因为你有买票去看啊 你都不买票去看 然后你讲了几十年的政府不重视 台湾的这些有改善吗 没有 因为你讲错重点 你应该把政府不重视改成 你都不买票去看 他当然不会有好前途啊 你都不买票啊 你把政府不重视改成 你都不买票 这样就好了嘛 各位 大学为什么太多 你都不升啊 不是大学太多 是你都不升 不是你远泽开放太多学校啦 是你都不升 开放太多学校 这大学太多是结果不是原因啊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喔 开放大学设立有两种情况啦 就是 为什么开放大学设立 就是大学太少嘛 好 有两种情况嘛 第一 民众逼政府开放 我要念大学 我要念大学 你要开放大学给我念 第二 民众要政府不要开放 但是政府死要开放 你告诉我哪一个 你告诉我 当初台湾很少大学的时候 是民众逼政府说我要念大学 还是政府死要开放 民众说不要开放喔 不要开放喔 不要开放大学喔 你这样开放大学就太多喔 你告诉我哪一个 这个啦 你逼他嘛 我要念大学 对不对 我要念大学嘛 好 你逼他开放 那开放了嘛 对不对 那你说你怎么开放那么多 好 那问题来了喔 你看喔 民国八十五年 李远哲担任教改会召集人 多次开会订出的教改咨询会议报告书 对教育做出重大 做出大幅松绑建议 为什么 你逼他 你逼他 我们民众逼政府 你要开放大学 好 其中高教部分松绑明文主张喔 广设大学 甚至主张私立大学的设置可以改采 报备制 一级对大学设立完全不设限 这决定了后来学校不断改制升格 大学不断增设的政策方向 短短十年间我国大学数量有78所 增至160多所 大学生也从30多万人成长到百万人 如今医院者怎会将责任推给别人 你看这是网路上写的啦 你逼他你要开放大学 那开放大学我要念大学 对不对 你开放给我念嘛 然后呢 多了很多大学嘛 好所以人人可以念大学嘛 那你骂他 你怎么开放那么多 我问你喔 我呆过科大啦 我呆过武凤科大 我也呆过中台科大 那我本身念台中科大毕业的嘛 我问你喔 不然我要开放谁 我要开放谁 我不全部开放 我开放谁 我问你喔 我比如说这个五专一百所 我开放三十所 那其他的七十所会来跟你 抗议喔 你为什么开放他 为什么我不行 他可以为什么我不行 对不对 好OK 好 来喔 各位 在民国八十年以前 考不上大学日间部的学生 倾向去就读大学夜间部 还是专科日间部呢 各位为什么 因为民国八十年以前 唸大学的只有八% 你的国小同学 一般五十个人里面 只有四个人在唸大学 其他都没有大学可以唸 所以我们逼他开放大学 我逼他开放大学 因为我想唸大学 好OK 好 刚刚有讲到民国八十五年 是出生三十二万五千四百五十四人 但是民国九十九年 出生十六万六千八百八十六人 你就要要求你验责 我就算命了 他八十五年的时候 就要算命算出 九十九年的时候 就要只剩下十六万人 他有那么厉害吗 他有那么厉害 各位 教改是改教育 少子的话是内政部 教育部跟内政部是不同的 那你那个时候 他开放大学的时候 有人警告他 有少子化的问题吗 有人想得到吗 没有嘛 没有人想得到 这个少子化这么严重嘛 所以你要他民国八十五年 就可以算出 以后少子化这么严重 那时候出生三十二万人 如果我们台湾每一年 都还有三十二万人出生 有大学太多的问题吗 当然没有嘛 所以我们不是大学太多 我们是少人 人太少 不是大学太多 你讲错了啊 不是大学太多 大学没有太多 如果你可以出生三十二万人 怎么会太多 大学太多 那你不生啊 你怎么会怪大学太多呢 你不生 好再来 各位我们退一万不详了 大学太多倒闭草 这太多倒闭 是谁受贿 那谁受害 各位 我是受贿者啊 大学没有那么多 我有大学可以教吗 如果按照我那个年龄的大学 的那几所而已 我有大学可以教吗 没有啦 你有大学可以念吗 没有啦 你哪有大学 你没有啦 你最多专科 你没有大学可以念 我那个年代 只要你英文跟数学不好 你就没有大学可以念了 什么日文系啦 什么什么观光系 那都没啦 你就是高子最多五专 你没有大学可以念啦 你是受贿者 我也是受贿者 不然我没有大学可以教啊 他不开放 那时候全台湾应外 就是五专可以学日文的 就是只有台中商专 就是台中商专外语科 全台湾只有一所五专学日文的 就是台中商专外语科 那日文系只有四所 文化 淡江 五人 还有东武 这四所可以学日文 全台湾有日文的 就只有五所 就是 刚刚那四所学校 跟台中商专 五所 我为了念台中商专的五专 我还去重考 还花了我一年 去重考哦 所以各位 那个时候 我为了要念日语科 我就要重考啊 现在呢 不用啊 所以你是受贿者了 好 谁是受害者 有人受害嘛 一定有人受害嘛 谁 大学的经营者跟那些大学教授啊 你有受害吗 你是大学教授吗 你是大学经营者吗 没有啊 你完全没有受害啊 你是受益者 我也是受益者啊 不然我没有大学可以教啊 我去哪里教 你是受 你也是受益者 你也没有大学可以念的哦 我那个年代你应该没有大学可以念啊 那时候只有八%而已啊 好 各位来 为什么八%我说给你看哦 那时候大学录取率只有30%啦 录取率哦 录取率是30% 问题是谁可以去念大学 谁可以去考大学 因为各位那时候毕业国中毕业有30%的人去念高中 70%的人念五专跟高职 所以这70%的人不能考大学哦 只有这30%去念高中可以考大学 然后这70%去念的高职跟五专都没有大学可以念哦 对不对 好那时候是这样嘛 那30%的人里面考上30% 所以只有9%的人念大学啊 8%的人念大学啊 对不对 所以你是受贿者了 我们都是受贿者呢 我们不是受害者 你不要听那个网路跟电视一直说 大学倒闭什么开放太多 少子化 少子化 要来了哦 好来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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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